雷尾聊四季 聽你獨心 大家好 我是雷尾 今天要來看亞美尼亞人 最像羅馬人 這場比賽是 諸神之善2 先來介紹一下這張地圖 這張地圖是 雙TC 阿拉伯 所以開局兩位玩家都有國外的城鎮中心 那支援分配也是兩倍的阿拉伯的城鎮中心的支援 所以支援分佈來說是非常豐富的 那先來介紹一下 黃邦選擇的文明是亞美尼亞人 亞美尼亞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羅車造價很便宜 而且羅氛研發的科技 羅車研發的科技 有額外的效率增加 例如點下這個一級木 一級挖機石頭 都有增加他的額外 增加效率的效果 亞美尼亞人 他的第一個強化教堂 也有額外的聖物 可以獲得使用 讓他第一根強化教堂 就會自動射箭 也是蠻好的 但亞美尼亞人的後期 主要是打步兵 因為他的步兵到了後期 劍兵勇士可以到100滴血 他的寶兵複合弓箭手 可以無視對方裝甲 進行破甲的傷害 打羅馬人的話 打他的步兵是蠻厲害的 畢竟羅馬人的開局 步兵每點一次防律都是成兩倍的 非常厲害 先來介紹一下羅馬人 羅馬人他的修理 建造 還有採集資源 都5%的加成 這個能力前期不是非常明顯 但是到了後期 是非常可怕的 羅馬人的奴炮也是遊戲裡面 造價最便宜的奴炮股 一個奴炮只要30塊黃金 他的奴炮還可以無視最短的射程 進行攻擊 那奴炮他的銀罐技術點下 還有33%的攻速加成 重點是他的奴炮可以吃到彈道血的影響 所以羅馬人的奴炮也是特厲害 那他的步兵呢 剛剛有講到 每點一個防禦力就會變成兩點 所以羅馬人的裝甲潛壓也是一個蠻厲害的招式 配到城堡時代常見兵的雙防禦常見兵 更是讓弓兵國非常難受 那羅馬人的後期也可以打這個百夫長 他的騎兵單位 配上軍團兵喔 兩個步騎作戰喔 也是羅馬人比較常見的策略喔 好 這邊看到一個細節喔 用這個羊去卡這個豬 差點這個豬就把這隻村民給解決掉了 這邊用牧場稍微秀一下 但是秀的有點遠 哇 這個好秀好秀 OK 因為他們要控雙TC喔 所以在拉住的時候 兩邊都可能會一起啦 會有點忙 那羅馬人的後期這個百夫長 等一下金冠野戰軍喔 還有這個軍團兵呢 都可以獲得一小段的蓄力傷害喔 非常強大 好 那先來介紹兩邊的封劍打法 通常這種雙TC開局喔 其實P數來說的話 也是要到35P或37P左右 才可以點下這個封劍10代 P是不會相差太遠喔 比較困難的地方是喔 開局的部分是這個雙刺頭的關係喔 雖然你一開局可能就要面臨兩隻刺頭 開始瘋狂暴打你的一個問題 所以這邊誰越快升到封劍10代喔 誰就是越猛 這個肉馬就開局就越猛 好 羅馬這邊一個極速上風阿 哇靠 34P 我的天 這個34P喔 等於是16P喔 那 Viper這邊是一個很正常的喔 37P左右 點這個封劍10代 好 那羅馬這邊極速上風 待會肉馬的攻擊力優勢就會很強大喔 好 那就要來看一下羅馬 這邊會不會先行去透一下 Viper的村民 好 兩隻肉馬先顧在右邊 好 剩到封劍10代 肉馬第一時間沒有去敲村民 先補下來一個均嬴之後 缺點木頭 好 蓋了一個房子 趴卡人口 Jodan這邊馬就再等一下 OK 好 等一下料光技術 打了洛瑪開局 那Maiper這邊也升到了封劍10代 那他的開局方式呢 是補下了4級 準備要來直層UP上去了 好 那這邊羅馬 Jodan 他也是要準備上城堡10代 好 也是直接跳過封劍10代出兵打法 好 這邊用村民補了一些傷害 收掉這隻肉馬 這邊要高打低回頭打一下嗎 不打 這隻村民知道在幹嘛 好像有鬼 這個是要前置什麼嗎 工程器製造所修道院嗎 前置生頭戰術 雅美尼亞人打生頭 基本上沒有太大的優勢 只有這個強化教堂 可以住進老頭 比較有優勢一點 還會自動射箭 除此之外 優勢真的不是很明顯 還是薩爾特的生頭 比較厲害一點 好 兩邊準備升到了城堡3 Jodan第一時間升到城堡 是要開始出騎士嗎 OK 出騎士開始要來出兵 左邊這裡 沒有補這個馬舅 他還有個馬舅在哪裡 他是單 單馬舅出騎士 而不是雙馬舅 OK 好 那Viper的策略呢 是先補城堡 開始防守的一個打法 好 後面補了一個強化教堂 來增加一下聖物 OK 也可以反制對方的騎士 好 那左邊這邊也要補一個強化教堂 OK Viper這邊也補了 現在有強化教堂在 這邊騎士就會比較難殺老到 但是這邊要衝到石頭地方 趕快收村 收到了城鎮中心裡面 好 放出來 下面騎士想要殺老 但是複合攻擊手已經出來 唉唷 差點抓掉這一村啊 好 那目前村民宿兩邊是差不多 只差三村而已 好 Live這邊也繼續挖 這個黃金跟石頭 正常的採集 老頭一出來把這個騎士給逼走 防守反擊 真的是挺輕鬆的 只要對方馬爆 老頭瘋狂招降 撒挪田 就搞定了 好 這邊爆打一波 好 看一下 那戰鬥技師這個單位 打這個騎兵果其實不太好打 因為肉馬對戰鬥技師的鎧甲是有無外增傷的 雖然以正面跟騎士互打情況下 他的傷害力是多一攻的 但是防禦力是比騎士少一點 所以亞美尼亞的戰鬥技師跟騎士互打 可能還是會稍微劣勢一點點 畢竟人家騎士的血量是更優勢的 好 麥克爾準備要來前置壓寶 但壓的位置並不是可以痛止於 就算了 除非要繼續升插連環島 好 那就可以插掉他 好 這邊還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手 準備要來出投石車 那待會工兵喔 也可以全部往前拉 到這邊支援 或是繼續往右邊 殺我對手 那就是羅馬這邊 這邊弩炮已經產了出來 轉機這個複合弓箭手 OK 城堡補了 那待會還要拆一百石頭 換手很強 瞬間整隊快要半血 哇 好準 有彈倒血的弩炮跟鬼一樣 好猛好猛 欸 結果被狼咬死 狼擊殺1 OK 果然是插一個連環寶 這邊插這個位置 不打連環寶 確實蠻奇怪的 好 投石車居然沒按嗎 這就尷尬了 這個村民會不會被串死呢 我們來看看 麥克爾這一波村民 要硬蓋嗎 但是攻擊手過來可能很困難 好 被串掉了一些 投石車趕快按出來 後面這隻騎士跟羅馬都在後面虎士斷蛋了 待會再找個機會繼續偷點村民 哇 這根堡騎不來的話 會很傷喔 這邊在等投石車 建立起來 OK 這個騎士 這個老頭會不會被收掉呢 再發 彈倒血就是準 在哪裡 這個龍馬的奴兵 才是真正的 弓箭手 才是真正的 大家要給各位試一場 法蘭克的弓兵是弩砲 但羅馬的弩砲 才是他真正的弓兵 這更有感 畢竟弓兵是要能吃到彈道水 他確實可以吃到彈道水 OK這根寶裝已經建立起來 但是Jordan這邊已經看到有巨型頭C 來反制 Viper這兩根寶了 前方有非常多奴炮想要來北上資源 但這邊資源上去是遇到兩根寶 可能沒有辦法很好的去反制 那奴炮怎麼反制 相信在其他影片大家都知道 亞美尼亞人有兩種方式 第一個就是大馬爆 不然就是打這個 投石車 還有老頭 其實三種方法 亞美尼亞人的騎士 其實是跟破蘭騎士的裝甲絲一模一樣 防禦跟血量都是一樣 重裝騎士少三防 所以Mapper待會遇到大量奴炮的情況 還是可以轉一下兵出個老頭 救贖思想可以刷技術 還有這個投石車都可以 但投石車的缺點就是數量太多的情況 可能會有點互相傷害 因為他打下來是有六滴血 數量太多奴炮還是可以一次秒殺這個青頭 但是還是用我主動權 這台 奴炮已經 這台投石車已經砸掉非常多的數量了 現在奴炮也是往下騷擾 好 操勞到了亞美尼亞這邊的經濟 但還好羅車可以到處搬 艾白殼前方的巨型投資機問題 沒有辦法解決 已經亞美尼亞人沒有火炮 所以他現在打起來只有被動的份 不然就是要轉衝車 去頂這個城堡下的巨型投資機 但轉衝車的話又會被村民或騎士給打爆 這邊升級好重型奴炮 然後就是我覺得 亞美尼亞人一個很悲劇的地方 他身為一個步兵加上 複合攻擊手這種文明 應該要給他大衝車 威力才會更強一點 喬茲亞都有大衝車了 亞美尼亞卻沒有 而且也沒有火炮 這樣有點不太公平 亞美尼亞是一個工程器偏弱的文明 那看到亞美尼亞這邊 拉得非常多風 面手到了右邊 但是這根城堡塊蓋好 而且有彈道學 但會射得非常精準 久等這邊防守做得很OK 用盧炮直接串燒掉了這台巨型投資 封擊速度好快啊 這邊選擇是戰鬥祭司嗎 戰鬥祭司打盧炮 不確定是不是好事 打完是可以哪一下還不錯 以步兵打盧炮這件事情來說 就是一個不是非常優勢的決定 畢竟步兵走的移動很慢 打到盧炮的話自己也是損失了非常多滴血 這邊稍微解一下 少量奴炮還是可以用步兵搞定的 但是太大量的話就沒者 前方戰鬥祭司繼續輸出 三級攻擊要點炮了 而且這邊金冠技術也補下囉 血量來到125低血 戰鬥祭司傷害來到11加4 15點傷害 哇靠這個超大量奴炮軍團 來了 羅馬奴炮海 OK 差不掉工程器招手 先拿走 後面奴炮水量太多 左邊的是超多奴炮 加上投車過來 哇這裡完全不怕騎士啊 他可能實地 白普爾不會轉騎士喔 畢竟都點了金冠技術了 戰鬥祭司的工坊全滿了 哇 直接放他進來嗎 這樣移進來 白普爾可能會直接爆炸 真的不轉馬 老頭的話現在要招翔 要招到七七四十九天了 才能招完了 這個奴炮數量22台 也沒有來個 六七八隻老頭在外面 瘋狂招翔 是不太可能招掉 好那白普爾這邊決定要 拉一坨戰鬥祭司到後方騷擾 但這一坨 好像能做到事情不躲 這邊臭女術有點少 好 直接衝過來 看一下這一坨戰鬥祭司 直接要蒸發掉了 雖然還是有V陣一下 躲了一些奴炮的傷害 但最後還是有被彈到血的奴炮 說死掉了 阿朗波銘想要再過來 再擊殺一次 但這一波的防守 出現了一些問題 沒有辦法打掉 上方巨頭是應該可以收掉 但正前方的奴炮 還是一瞬間 點掉了投石車 正上方的問題 已經完全擋不住 左邊這邊全力防守 但是大量的奴炮 還在輸出當中 戰鬥技師過來 雖然血量可以扛一陣子 但是最後還是被奴炮 一直串一直爽 好 最後奴炮 這邊只剩下少量的石台 但是他還是有一定的殺傷力 第一次也沒有辦法解除掉這個問題 後方奴炮 完全沒有辦法 可以搞定 上方的城鎮中心 應該可以手撕掉 但是 經濟上來說 還是差距被打得出來 63吋62吋 MIPER的村民處 只剩下63 60 哇 村民差距來到了35吋 但是Jordan 並沒有放棄要進攻 但是MIPER 打出了GG 哇靠 這一波 還有奴炮 一波柔 這個很難得 這顆場上最後還有64台奴炮 然後經濟還有3000木 2000多肉 1000多黃金 就知道羅馬人後期經濟有多可 好 我們來看一下 贏了 贏了快要1700的經濟資源 這個1700的經濟資源差很多 木材贏了真的1萬 那KD方面呢 只是羅馬人拿到1.63 KD完全勝利 雅美尼亞人只有0.6而已 燒了一個 差了一個 1.00KD 這個KD值 非常多 那這把也是 蠻罕見的 奴炮大軍 奴炮總共出了121隻奴炮 那戰鬥技術出了70 那很明顯 奴炮打步兵 還是優於 這個 還是比較優勢的 並不會太差 打步兵的話 打騎士的話 可能就會 比較稍微吃力一點 當然騎士 但是如果可以盡可能散開 這一時間解刀這些奴炮的話 可能MIPER還有機會可以打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